十二年前二伙回家 低收麥虾狼一养三孩做公益 沿着夏天嘉义街头行动摊贩 三个孩子的单亲爸爸 也就是老板严正祥 捞起活跳跳的泰国虾吸引客人 严正祥努力兜售 因为这一天麥虾所得 统统是要捐给敏道家人 好专业运的 希望大家的爱心 华的赞助敏道 敏道家园是严正祥 多年来固定的捐款单位 而他会如此善心公益 故事得从2007年开始说起 2007年11月29日晚上 严正祥家中失火 当时六岁长女和五岁长子 自行逃生 但最小的女儿逃生不及 被火烧伤 一家五口顿时没了家 靠苹果基金会 以及社会善款 筹得救助金 我在之后苹果日报 软流版有来 访问我们 后来总共的帮我们 募款大概有35万 好不容易租了房子 老婆却染上喝酒恶习 甚至离家出走 她只好身兼母职 是独自带着三个年幼小孩 老大出生这个才1480 老二出生1611 1600 老三1611 看着三个宝贝的照片 严正祥露出磁富表情 纵使生活庞大压力 让他一度悲患忧症 但他不向命运低头 人家说真是五个人 卖玉米 卖玲角 卖鱼 卖泰国虾 还有卖水果都有 最后只剩下卖泰国虾生意 勉强能够养活一家 生意起起伏伏 但严正祥和满足 于是他开始回馈社会 一年所捐出去的部分 应该顶多只有 大概一两万块两三万块而已 我有量力而为 但是我不玩的话 我心里会很难过 除了不定期捐款 严正祥也曾跑到灾区 免费煮饭 或是帮低收入户 整修屋顶 现在去看 那种方法 可能是 其实是想要看 看到的是哪里 需不需要我进口一下 这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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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的料 看一看的都去那里煮 所以我第一天煮 就回来就都软了 12年前取之社会 12年后 严正祥回馈社会 现在三个孩子 平安长大董事 也学会帮忙分担家务 这对严正祥来说 就是最大的幸福 地方中心 嘉义报道 苹果的新闻呢 都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 中心 不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